台北捷运与澎湖科技大学在百事多利签署产业学合作备忘录 未来携手培育轨道以及观光休闲人才 共创美好愿景 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本县县长赖峰伟在场见证 会推广产业学合作与交流 培养优秀人才 台北捷运公司与澎湖科技大学携手合作 日前有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李文中 以及澎湖科技大学校长黄有平签署产业学合作备忘录 那么我们台北捷运公司跟台北市教育局有合作 跟我们台北市七家的高职有签署产业学合作 那我们现在希望说跨过我们台北市里这样 跟其他的县市的学校有签署产业学合作 那澎湖科技大学有水産养殖跟观光参临 这两个重点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两个专业领域上 台北市公司可以跟澎湖科技大学合作一下 那看看能不能透过这种合作 创造更多的商机 那今天就是签署MOU的一个仪式 大家好今天那个很乐意看到这个有平校长跟文中董事长 那么签订备忘录 那么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所以上一系列到现场是来 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县政府呢跟北捷也有合作 像我们的鱼业鱼的一个行销啊 那么也透过北捷的帮忙 还有我们的国际发火的广告也有帮忙 那么本领将来呢 上方的合作的项目啊 应该会越来越多 那么我也乐意看到这么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 谢谢大家 贺文哲也表示 今年来更是积极发展数位转型以及生活事业 专业人才的培育成为了重要的课题 北捷安排丰富多元的理论以及实务课程 将珍贵的经营里面传承给下一代的精英 好各位人民大家好 今天是那个彭幕科大跟台北签公司 签试这个合作标志 那台北签公司啊 他现在2月26年来 那个累计的 那个搭乘的人士已经到121人次了 那去年也创建了26年来 这个平民可靠库的最佳成绩 大概到1303.5万车厢公里 也就是说他大概要1300份的车厢里 才会发生一次5分钟以上的原路 所以这个可靠度是相当高 所以台北捷衣已经变成台北市 台北市的一个也算一个指标 因为老讲在全世界看过 那个捷衣公司或是他低价飞 演业这么多年还有一个这么干净的 大概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 所以事实上他的稳定度 干净的程序这个都相当好 会后并在会场参许 柯市长特别演唱的九鸟等歌 县长赖峰伟也唱了一首《思慕的人》 为现场带来助兴节目 这些着李克兰 所以旁边的维俊 你需要问他 维修就现在 口 나눗的东西 我有友整理 像简单的道俊 像好吗 我 我是 把 ép 海 infect 维修 Hold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北捷也表示首度与离岛澎湖科技大学展开产学合作计划 北捷具备人流以及车站场域优势 澎湖科技大学则有水产养殖以及观光餐旅等专业强项 进一步的拓展商业合作 攜手提升产业竞争力 培育优秀人才 记者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